哈喽大家好,我是段小雨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充满喜感的黑色电影 滚动的钢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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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你们还是看字幕吧 钢带生活在偏远山区 康厚老师一根筋的他 胖乎乎的体型确实就像一颗巨带 钢带生活的村子很贫穷 孩子们上学翻山越岭 走半天才能到学校 还好外出打工的胖哥争气 做建筑工程赚了不少钱 善良的土豪胖哥一心享着村子的发展 主动捐助十万块修建小学 村子里没有银行没办法转账 胖哥工作太忙也没办法亲自送钱回乡 取钱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在钢带身上 钢带背上破旧的版部小包包 搭上了开网省城的汽车 这辆车上的人可不简单 车没开多远 胖辉就举着长刀跳出来 一车人瞬间蒙圈 只能在威逼下纷纷掏出钱产以求消斋 坐在后排的钢带十分着急 还没等他想出办法 前面一名黑衣男子举着手枪大喊我是警察站了出来 这名男子就是江湖人称世哥的著名杀手 世哥经被洗手多年 可数大招风 他不愿意重抄就业 坏人们绑了他的儿子还要逼迫他杀人 这不 世哥刚搞定业务准备一手交枪换回了儿子 就遇上被劫车这档的事 胖辉被枪口指着 协制人质消极抵抗 这时候看热闹的钢带不嫌事大 也掏出村长儿子 非要他戴在身上的玩具手枪大喊我是警察 枪口对准世哥举了起来 钢弹这劳动确实不好用 不过胖辉老子是正常的 投降逃走毫不犹豫 劫车闹剧结束 钢弹和世哥捡起后两钟掉落的手枪各奔东西 完全没有想到枪已经拿错了 真枪假枪对钢弹来说都不是问题 几乎就是个文猫的他到现成后适处问怒 侵权傻傻分不清楚 还好最后第一次师傅看了眼字条 才把他指向了正道 钢弹在KTV包房里总算见着胖哥 被一群大妈怀热的胖哥正在庆祝同事生日 钢弹张口想唱生日歌 药和池都没找对 想淫是一首助兴 取头说完第一个词就卡屎 行吧行吧 胖哥赶紧打住钢弹的好意 你还是拿了钱赶紧回村里建设学校好好学习吧 钢弹把前面的十万块装进包包 手枪憋进裤腰带 欢慧地领着两袋小肉包当街边走边吃 不料他直直走到胖辉地盘 胖辉与同伴正愁绑票皮包店老头一无所获 并让老头出面招呼钢弹过来 钢弹正在怀疑老头出现的蹊跷 最后跳出漂亮表妹一棍子就把他敲晕 钢弹进城这一路不断遇到劫车 无意中得罪低头蛇表妹 表妹敲完人就跑 剩下独占暗处的胖辉坐收鱼翁之力 十万块和手枪都握入胖辉团伙手里 这下杀人发大伤了 从昏迷中醒来的胖弹脑子竟然凝活起来 直接跑到胖老头店里要钱 你能不拿出我的十万块我就不准 钢弹耍赖的功夫也不是盖的 胖太太和胖弹和钢弹吵得不可开交 这时见钱眼开的胖辉大哥胡指打电话来 开口还要十万块 钢弹一听抢了自己十万块还要勒索十万 气不打一出来 也不管这十万是谁要的该谁来给 一口答应下来就朝约定地点狂奔 遇见钢弹这样的蠢货 胖弹儿实在无赖 还要被钢弹搭着拟怒 两人一步不停的来到离场 前来捡钱的胖辉被钢弹发现 两人一个跑一个追 从鱼场追到铁路 胖辉终于挺意不知被钢弹按住 钢弹一心想要追回学校捐款 胖辉老金一转 正好把抢身的罪名推个包老头 两人双双回到皮包店 再次和包女儿展开唇枪舍战 这头士哥也已经发现枪的真假问题 大事不妙 堵了手枪而是小命回报 士哥按照成科给出了线索线藤摸花 也来到省城寻找钢弹 杀手确实只善于动手 士哥用自己十分有限的绘画水平 画了一幅钢弹的肖像 没想到第十师傅和包女儿一眼 就把人物和钢弹对上了号 更别提胖哥在士哥出示 假警察证件之后的掏心掏肺了 不但帮着士叔打听钢弹的行踪 还亲自开车带着士哥寻找钢弹 就在士哥寻着线索来到皮包店的时候 钢弹已经把胖辉折磨的汽邪投降 在胡子的手垢下带着钢弹回到了大北营 胖辉三兄弟不过是游手好闲的乌合之众 一心想着不劳而获 不失努力进取 致使其力就算了 手无负极之恋还要杠绑票行当 三个人前后夹击钢弹 一个举棍子一个举枪 还有一个在背后偷袭 都没能拿下钢弹 反而在混战中志向残杀 胖辉的大腿对铜火一刀炸得正着 铜火也被钢弹敲音 只剩下胡子和钢弹一对一周旋 这时不得不承认巨大的脑洞 确实可以带来很多好处 钢弹真枪假枪分不清 面对枪口哈哈大笑一针乱架 弄了胡子直接丢掉真枪 弄起板凳抵抗 直到大饼的士哥正好遇到这一幕 他捡起地上的枪朝天后动扳机 众人傻眼 原来枪是真的呀 胡子终于束手就擒 包老头也得救了 一污止人皆大欢喜 随着警笛声越来越近 士哥悄悄离去 为了妻子的安危 他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 就像他悄悄放手暗杀对象 嘱咐对象低调行事一样 士哥报警至首了 还利用还枪的机会 让坏人以枪支交易入坠 这一段奇遇在钢弹的决明会声会射 他可以讲三篇三言不停歇 更幸运的是 漂亮的包女儿被钢弹的夯后打动 主动投身乡村教育事业 和钢弹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了一起 人生中将面对那么多选择 善良便是我们心中的坚持 一个好人大家帮 才是幸福社会的样子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愿大家欢笑年年生活充满美好哦 我是段小语 请原谅我的大舌头